近日,中国生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新冠灭活疫苗一二期临床研究试验接盲 结果显示,疫苗接种后安全性好,无一例严重不良反应 不同程序、不同剂量接种后,疫苗组接种者均产生中和抗体 28天程序接种两剂后,中和抗体扬转率达100% 6月18日,中新社记者就此结果对中国生物副总裁张云涛进行了专访 张云涛介绍,接盲就是把此前进行的双盲试验中 对照组和实验组的情况公布以进行研判 此次新冠灭活疫苗的接盲是全球在临床研究阶段公布的最完整的疫苗研究数据 其结果显示出,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具有很高的安全性 大家就感觉数据上来讲是这样 另外一个呢,就像咱们口服药也好,打针也好 那么你打完针这上疼一点,那就叫不良反应 数据显示呢,这个没有一例不良的严重实践 疫苗一二期临床试验为其安全性提供了保证 但接下来还需进行三期临床试验 才能更好地检验出疫苗的有效性 据介绍,疫苗三期临床试验需在疾病流行区域进行 以观察疫苗是否能够有效降低试验区域的发病率 近期,北京疫情反弹的情况牵动人心 那么北京是否已经成为适合进行疫苗三期临床试验的疫情高发区 目前北京现有的发病率数据要支持三期临床还是很有难度的 就是要接种的人数要达到几十万人以上才能抓获病例 这个管理的成本代价可能还是很难的 张云陶指出,三期临床试验是决定疫苗能否上市的关键之一 不可操之过急 因此预计新冠灭活疫苗至少到2021年才能够上市 给民众大规模接种 由于中国现在的发病人数降低,降低病例数下降 那么在国内开展三期临床研究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我们希望开展更多的国际合作 在全球开展多中心的国际合作的三期临床研究 来促进这个疫苗上市 按目前的计划,这个疫苗上市至少要到明年了 此外,有专家认为,本轮疫情中的新冠病毒已经发生变异 新冠灭活疫苗是否能够应对变异过的病毒 张云陶表示,从科学实验结果来看 新冠病毒的变异并没有对疫苗的保护作用造成影响 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没有观察到 这个毒株本身的变异影响到 这个那么疫苗产生抗体的这个核心区率变异 也就是并没有改变病毒本身的 那么产生保护性抗体这个区域的改变 所以我们认为就从目前情况来看 仍然是广谱的,是全球保护的 然后变异是存在的 但是它不会改变疫苗的保护性 感谢观看